全球的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美香 也是Iva 我是黄达 也是The Wong 今天我们的大师大时代 想跟你聊聊一些生活上的感想 首先我想问一下黄老师 你知道最近全世界各国 这个疫情曲线 大部分都是往上扬的 引起了全球的一种大流行恐慌 每一个国家都很努力地 用尽各种办法 不敢说解决了 至少要想要掌控或控制 这个疫情的发展 也因为这样 在经济上就有很大的影响 例如我们新加坡 现在娱乐场所像KTV 电影院 俱乐部 补习学校 他怕有交叉感染 所以就全部都要停业 我一个朋友今天早上就发了个简讯给我 他说我本来那间卡拉OK 因为他们是非常高级的卡拉OK店 一个月大概可以到百万千万的营收 一下子就蒸发掉 他说这也不是他不努力 你有什么感想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的老板 真的要变成超人 我觉得我们别说中小企业 其实大企业每个公司都会受到影响 就只要我们说这个疫情扩散 这个也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且现在它涉及的不是一个社会 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全球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说欧洲很多国家像英国 意大利也在封国 那么这个印度今天早上也发了消息 说这个莫迪 他们的那个国家领导也说 二十一天封国 每个人不能出门 新加坡就是也是开始封国了 所以接着这种事情 你看每一个做门面生意的人 都必须就是不能开始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如果是说不做生意的人 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好在家里 就是可以充实自己上网 多学习 就是把时间弄在正面的地方 可是大哥房租要缴 薪水要发 这个真的是很考量 这个智慧也是很难去辨别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涉及全世界的事情 不再是你跟我个人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时候也真正 已经是探测到很多中小企业或者老板了 一直以来平日做了什么功课 或者有没有好好的处理自己的钱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就是开始动用到储备基金的时候了 了解 我们今天很开心 能够请到诗格空调私人有限公司的陈启端总裁 陈老板你好 你好 刚才看你一进来 就是走路稳稳荡荡平平稳稳 刚才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也是在问 这个诗格空调33年了 我相信什么大风浪你都见过 这次这个 是不是跟英王感觉截然不同 还是其实也差不多 肯定肯定是截然不同 而且真的是大不同 有一种很真的是改朝换代的感觉 然后真的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新加坡政府真的要感谢 我们还可以坐在这边聊天 感觉这个是新加坡政府吃的 看到其他的国家 好感觉好恐怖 对 反而新加坡好像是个天堂 在现在 是 对 然后 对看到各行各业面对的问题是 有替他们担心 可是在担心的同时 就先看回自己 跟自己周围的自己员工 怎么去度过这一段时间 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的企业基本上 是还是在新加坡范围内装 明白 就是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感谢 新加坡政府还可以把它维持的相对 安定 生活如常 然后刚刚有跟同事聊起 也许因为新加坡的外贸会受影响 可能他们会增加一些内需来刺激内需 换一个角度来看 在这个时候我不可以说是好事 可是看到一点亮光 大致上还好 然后整个公司当然关起门的时候就在盘算 接下去三几个月很多公司都会受影响 就把银根收紧一点 可以过得了 接下去三个月再说 最重要是工人有饭吃有顺水发 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陈总裁陈老板 他看东西都是蛮阳光的 蛮积极蛮正面的 对不对 关起门来小心地去盘算一下 但是在态度上面是很积极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是很需要这些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空调的业务 是不是反而比较不会受影响 因为我们看到受影响的 我的朋友的话 基本上餐厅留业 甚至有一些做航空的朋友 他们的影响会比较大 那空调方面呢 空调方面去维修各方面 有和个别家庭接触的相对会受影响 可是我们的主要业务 还是在做工程方面 工程方面基本算是如常进行 速度方面也许会受一些材料的影响 可是还是会 还是继续如常的进行 眼前比较担心的是接下去几个月过后 相信很多资金周转 肯定会出问题 所以就是在资金周转方面先要先做一些 以防工作 了解 他自上是这样 那我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我看到在台湾也好 国外也好 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上游中游下游 一个供应链对吗 那么对于这个施隔空调来讲 这个供应链上面是不是没问题 像台湾有些企业 他某一个零件当初是要靠中国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了 他那个东西没有 他就根本开不了工 即使他的工人都回来 所以他就必须在台湾的本土 那种小工厂去找这个零件 想尽办法去补足那个数量 虽然怎么补都补不够了 但至少不会开不了工 多多少少有点东西可以做 那你这边呢在这些零件上面 基本上零件的供应还算没有缺的太多 只是现在中国现在好多工厂也已经复工了 这个是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然后基本上就是另外一个 有一些在马来西亚的 现在就是观察那边的情况 就是材料应该会有一两个页的库存 之后就看着办 看着办黄老师 那在工人呢 工人方面你们的工人 那都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吗 对 我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外劳印度工人 对 所以他们也没有说 可以他们现在还在这边 没有像马来西亚这样 我的会计小姐在公司睡了一个星期多 有一两位啦 就是我们刚好有一些宿舍可以给他们住 还好 不会影响的太多 然后有一些印度工人开始的时候是 哇 这边疫情真糟糕 好多家人都打电话来要回去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耐着性子 跟他们分析现在什么状况 新加坡政府有什么策略 你跟你的家人说 新加坡服务是这样这样这样在做 基本上是很安全的 对 到现在就是情况真的反转了 是 这真的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当初我们看到中国封城 就觉得哇 这简直是没有看过的事情 等到中国慢慢复原的时候 你就看到欧洲就开始了 然后整个东南亚开始了 你就发现到这种 当初你觉得哪里比较安全 想要逃回去 等一下你又想逃出来 人就好像大迁徙这样子 感觉上很特别 对啊 其实在这一点真的是可以看到 因为同样是华人嘛 特别注意中国方面的疫情 而且整个过程的发展 也是真的是意识到 有问题就直接面对去解决 总有已过天晴的时候 了解 而且这个有时候一开始看这个疫情 整个心情就会跟着掉 看了一段时间真的是要抽离 抽离了过后 现在看到整个中国的疫情好转了 那种很无形的正能量 真的是神奇就是面对事情要去解决 就好像现在一样 公司里面面对事情 也是还是要去解决 当然会有沮丧的一面 那个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沮丧 开起门来就要面对 是是没有错 就是这样 陈老板有一个话题 你可能听起来感觉上是跟今天这个没什么关系 我反而觉得跟你的个性很有关系 为什么叫诗格空调 诗情画意的诗 格楼的格 如此的浪漫 当初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 其实真正这个公司是我叔叔创立的 然后我看到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也觉得很开心 就是在空调的行业 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其实是有另外一层含义 什么样的含义 你可以说你的感觉 就是基本上空调那种人家感觉是这样 可是是可以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层次 境界的 对是可以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境界 至于要怎么带到那一个境界 这个这个我有感觉 这个我有感觉 我们女生比较有感觉 在一个环境里面 有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安静 有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空气清新 有的时候是一种温度 那个温度要让你觉得刚刚好 如果你进入一个家面 尤其像我们新加坡是一个很炎热的地方 很多人都笑有的时候笑我们啦 说我们很喜欢有冷气 其实一个很需要冷气的地方 反而对冷气其实是很挑剔的 我们对冷气也比较敏感 你看像艾斯奇摩人 他们对血的感觉 他们光一个血的字的形容词 就有八九百种 对不对 你说我们讲血白矮矮的血 这剩下没有什么话好讲 可是人家有八九百种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很热的国家里面 冷气的要求可能跟一般是不太一样的 你做了这么多年 33年的冷气 自己家里的冷气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或者你觉得失格的冷气 会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感觉上 那个感觉上 基本上就是给人家一个 稳稳担当实实在在的感觉 那为你一点这个小小的常识 一般上我们冷气 清醒要多久洗一次啊 每个月 其实冷气是看你用的多少 它的用量 用量 比如一天用四个小时 其实三个月就够了 一天用八个小时 也许就会比较长 还有是周围的一些环境 各方面的一个 那最后我想请这个陈总裁 可不可以给我们 你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想 或者是突然之间有什么领悟 因为我几个做生意的朋友 他都觉得接下来他要想想 未来的世界他生意该怎么做 还在思考 昨天我有碰到一个中医 他是这么说 大概跟他闲聊 其实像欧美的形势 是要杀死旭俊 像中医的形势 其实是跟旭俊和平共处 你有你的空间 我有我的空间 其实这个再接下去 疫情是在发生 我们也控制不了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找适合我们的空间 这样继续走下去 明白 对啊 他就是这样 这个又非常有辱家思想 我们常说的合而不同 可是我们要跟那个病毒 讲一讲商量一下 他最好乖乖在他空间 就是要把这个病菌 可以放在一个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控制得了这个疫情 就能够和睦共处 明白 是这样的意思 差不多算是这样 是 我们非常感谢 是个空调 是有限公司的 陈启端总裁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今天跟我们 谈一谈这个疫情 谈一谈他人生的看法 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 从他的谈话 跟他的用词浅具 看得出来 这位总裁呢 脚踏实地 说话也不浮夸 然后对生活当中 自有他的一些见解 我相信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的是 调整自己的脚步 重新的去想一想 未来该怎么走 我们也祝福时隔空调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谢谢陈总裁 谢谢你 谢谢 师母高显隔开伟业 提升您清新的时尚生活 大师大时代 由诗格空调私人有限公司提供 立地呼声 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香水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